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陸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與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療癒資訊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原醫生你好 Della好,大家好 今天有一個想和聽眾探討下一個問題,挺有趣的 人體的結構,喉嚨有一個吊鐘,有一個肉 正式的醫學名詞叫小蝕 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吊鐘、小蝕 很腫脹,好像黏住在喉嚨,很不舒服 其實可能有機會,好像有一個水箱 有一個拋東西,跌下來黏住,很不舒服 可能是一些發炎的問題 或者是袁醫生應該在臨床上,我們的療劑 也可以對這些特別的症狀有幫助 我最近有一個群組 群組裡面有一個組員提出這個問題 我經常覺得,吊鐘有時黏住喉嚨很不舒服 不知怎麽算好 就問我們的群組,群組裡面有很多醫生 中醫、西醫、自然療法 有很多跟健康有關的人參與 我也聽到有一個,他本身是一個醫生 他就說,你可以試試用鹽水,用鹽去敷一下 用鹽水去拿口 我覺得這也是合理的 很多時候,喉嚨不舒服、腫脹 有些人最簡單就是用鹽水 這也是一個方法 群組裡面有些中醫,講中醫的理論 中醫界如何去看這個現象 但最終他都沒有怎樣處理 在我們同學療法,其實我們有很多療劑 可以幫助小事的腫脹 有時水腫、易黏、浮腫 其實我檢查過,我們起碼有27隻療劑 好了,我今天跟大家分享 宿宅的範圍是處理一些種匠 好像釣中有泡水 好像一泡水地釣在 有這個症狀,我們在資料庫裡找了大概有7隻療劑 始終同學療法都是要辨證的 每一個療劑都有獨特之處 所以我會跟大家分享 每一個療劑的症狀 應該是怎樣才能應用 第一種是APIS APIS maleficus 即是蜜蜂 APIS是整隻蜜蜂 硬碎,製造了一個療劑 我可以當作首選 如果你只是看到現象 看到那個療劑是很光滑的表面 好像一袋水 通常我們沒有其他資料 就試試APIS 通常這些情況很多時候 跟一些敏感有關 這是我們的首選 接著有幾隻療劑 就是視乎我們的症狀 譬如是ARCILICUM ALBUM 是白身、白身、白身 ARCILICUM ALBUM的重要症狀 是一種灼熱的痛 灼熱的痛得來 他喜歡喝暖水 暖水會舒服些 人們好像有些焦慮、很緊張 有些焦慮、很焦慮、很焦慮 如果有這種症狀 有些焦慮、很焦慮、很焦慮 另外就是CAPSICUM CAPSICUM是辣椒、红椒 通常紅椒的症狀 喉嚨會覺得很熱 吃辣椒的人都是喉嚨會熱的 喉嚨還有痛、肝和那種痛 是會延伸到耳朵 有這個症狀 通常用在吸煙的人 喝酒多的人 那種喉嚨 第三種是CALIBICUM 是重落酸甲 PATASSIUM BICROMATE 重心的症狀 你會看到有些口水黏液 是黏黏的 不太會斷 掉下來不太會斷 如果看到這種症狀 可以考慮這個症狀 另外就是PHYTOLAKER 羊霜6 PHYTOLAKER 这个症狀很厉害 我最近在医癌的病人 最终用这个症狀控制了 我用这个症狀控制得不错 跟着我差不多了 好了 通常的症狀 你会看到喉嚨是暗红 或者是紫红色的 喉咙 我可以看到喉咙很粗 那种感觉 喉咙好像收窄了 有灼熱的感觉 以及有一种 潰扬性的痛 通常有些时候 是白喉 如果是白喉 我用这个症狀 喉咙觉得很灼熱的症狀 痛就会由舌底到耳朵 由舌底到耳朵 如果你一吞的时候 就会觉得那种射痛 喉咙一射痛 我这个症狀的病人也是这样 不能吞 很辛苦 因为很痛 而且不可以吃任何热的东西 通常很多的淋巴会大 我现在这个病人也是这样 下巴有很大粒的淋巴 味道破坏了 但它有烟吞很困难 我用这个疗剂 它可以控制到它 好了 第六疗剂 是Separdella Separdella 是一种沙巴达的种子 Separdella Separdella 通常我会用的是花粉热 主要的症状是花粉热 就是拼命打刺 好了 喉咙痛 有时候喉咙痛 有时候喉咙痛 由左边到右边 喝热水或吃热暖的东西 就会舒缓的 你会看到这些资料 要考虑沙巴达指 最后的疗剂 就是Waiifia Waiifia是毒液草 毒液草的主要症状 我平时往往用是花粉热的 有一个主要特别的症状 就是上额很痕 想取一种热水去捞一下 这是花粉热的重心症状 然后它的蹄后 后烟很干 要清一下才舒服 清下它才舒服 上额痕 还有觉得喉咙有种肿胀的感觉 自己觉得喉咙有种肿胀的感觉 Epic Otis 喉咙钉是肝和有肾的感觉 这个重心是一种肿胀很痒 我有这几个疗剂 如果大家真的遇到这类问题 有时候我觉得挺难找医生 医生如何处理 不过幸好同类疗化千变万化 什么问题都有相应的疗剂去帮助 所以大家收听完节目之后 最低要记下了一些重点 虽然可能是未必的 例如刚才最初有朋友建议 有些喉咙发炎 最简单的可能是喝点盐水 找点盐水,找点盐水 找点盐水,找点盐水 做消炎煞溃的情况 如果经常出现了这个问题 要好好处理它 才能达到健康的境界 正如认识所说 疗剂可以有千变万化 只要配合得到症状和同类相似 就可以达到理想效果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预约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刚才提及的疗剂 或者其他健康产品 可以联络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你袁医生 拜拜 拜拜